庆祝建国百年 我们看到全台湾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都有许多精彩的这个活动 而在今天的晚报方面故事当中 我们有内幕消息 有可能其中一项你看不到了 这是在台北大家和平公园 我们这两天都正在进行 紧锣密鼓的彩排 但是所有彩排的节目当中 只有水梦的这项表演 是临时坎坎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基隆河的水位过低 不过现在很让人担心 因为对于这个庆祝活动 剩下24小时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如果因为潮汐的状况 水位不够高 那么这个大型的水墓 是不是就要喊它 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呢 今天晚报方面故事告诉你 3D动画模拟呈现水墓表演 负责演出的诱人神鼓 若隐若现 乐声加上投影字幕 制作单位要以盛大场面 迎接建国百年 实际预演跟3D动画 其实差不多 代表演出团队 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不过这场表演 只进行没多久 就临时喊咖 令人好奇背后原因 经过查证 原来是当天晚上的水位 不够深 导致打上的水量不足 必须暂停演出 抽出大量的水 做成水墓 并且在上面 绣出投射文字 是这个活动 最有看普的特色 但水管必须埋在水面下 1.6公尺 才能以每秒 4.5吨的水量 喷出20公尺的高度 但30号晚上的水位和潮汐 很可能影响演出品质 制作公司保证绝对没问题 因为所有的水位都经过测量 水量也足够 这水墓表演绝对会在庆祝晚会上 让人惊艳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